好,我們來看第四題 3又5分之2的導數 導數是要兩個數相乘等於1 那這個相乘等於1的話 這裡要先變假分數 才有辦法跟它相乘 所以3又5分之2變成假分數 就是變成5分之多少呢? 535再加2 原本是5分之17嘛 那所以它的導數就是17分之5 因為5分之17跟17分之5相乘才會是1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負2又3分之1要乘以什麼才會等於1 所以它其實就問 負2又3分之1的導數是誰 因為它要跟它相乘等於1嘛 那既然要相乘的話 我們就要先畫假分數 所以它是負3分之3267 負3分之7的導數其實就是負的7分之3 因為這樣子才會負負得正 然後分數的部分長起來才會是1 因此答案就是負的7分之3